我現在沒有對象欸 有在 有人追 因為是因為我的經紀人說 在他還沒有戀愛之前 我不能談戀愛 他說他會想盡各種辦法 阻止我戀愛 他怕我談戀愛就不工作了 請問到底是哪一家的記者 偷拍我 就我們班真的有一個記者 因為我都匿名 然後可能稍微微重一下 然後我今天發現他被偷拍了 我就嚇了一跳 我會有很多男的男生 韓星男生比較帥 就看人家入迷 就開始追他們的戲 我對男生那麼好 我比較喜歡女生 我對男生那麼好 我比較喜歡女生 所以妳看女生都從哪裡開始看起 我看很多欸 這種奇奇怪怪什麼我都看 男生喜歡看的我也喜歡看 然後女生喜歡看的我也喜歡 在家的話就有很多次 就看了很多劇 看了很多書 妳有看韓劇練習韓文嗎 不管怎樣 我會到看韓劇練習 因為我看韓劇不是為了練韓 是工作上的功課 我個人最喜歡的韓國女生是艾布拉 我還一個人去看她演唱會 我那天真的超笨的我沒有變裝 然後就看演唱會我就很感動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她 然後我在那邊哭 旁邊她的粉絲就默默地地地了一口罩 你需要口罩嗎 因為我真的哭得很低調這樣 後來拿衛生紙給我 現在後來還有私信 我才發現她真的有人說我是誰 我覺得超熟 超丟臉的 還是妳現在比較本作的年紀到還能生嗎 沒有欸我還是喜歡她的小鮮肉 妳有去算命說 妳是不是人生當中 都遇到一些不好的男生 誰說 算給我就想說這件事 妳知道嗎我們這樣都不錯啊 喔 妳這樣 遲疑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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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疑我 遲疑我的眼光是不是 最近桃花還好 沒有桃花 妳不要問我 當然問誰 我昨天已經被問了 就說妳有沒有暧昧對象 我說不要再聽 她說妳自己不想做 妳說我是不是問什麼 我說我才這樣就不想玩了吧 所以現在分手就分手 對啦 妳想幹嘛 那妳們分手的關於因素跟 跟渣男有關嗎 剛才講的事情 我都已經說了 我都已經說了 我都說我了 我都說我了